蓝白盒的首场幕僚会议虽然是已经结束了 但是双方并没有达成共识 在哪些部分没有达成共识呢 现在就带大家一一来看 首先在初选部分 民众党是主张这个全民调 双方是共推五间民调公司 视化手机各半是采取对比式的民调 是以平均数来决定最后的结果 但是国民党这边主张说是开放式的民主选举 也就是说要在22县市获得是73区域的立委选区 设立投票所不分党派 所有人都可以来投票 其实这个初选方式也是他们两个 现在就是最不同的想法了 再来看到的是说 那这种方式会不会有绿营灌票的疑虑呢 民众他就认为说 这个就会有动员灌票的风险代表性不足 而实体投票的人必须要有选举人名册 才可以避免重复还有冒名投票等等的问题 不过国民党说了 如果你要来签这个的话呢 是必须要签政治理念 什么理念呢 就是再也整合下架民进党的理念 然后要签这个认同卡才可以投票 那这样就可以防止绿营灌票的问题 而且会采取实名制验身份证 那就也没有造册的问题了 好再来看到的是 这样这种方式真的可以来呈现真实的民意吗 民众党认为说 亲认同卡是过滤投票谋体 会导致票数过少代表性不足 那投票的他的位置也会影响到投票意愿 所以他觉得没有办法来呈现真实民意 而国民党认为说 就算呢你采取这个全民调 也会很常出现有很大的误差 那他也说 克文哲曾经自己也说过 民调也可以用买的 所以他不认为说民调呢会是真实 可以呈现民意的方式 一种好另外就是这个 也是大家在讨论的认同卡的内容 那克文哲呢 他说他的理念是2024政党轮替换政府 不过呢蓝营现在这个认同卡内容呢 是写说再也整合下架民进党 这个是只对单一政党来做仇恨动员 这不是他想要的 不过国民党还反驳了 他说克文哲曾经也说过说要下架民进党 来壮大民众党 所以他也觉得 那克文哲你为什么之前说的 跟现在说的其实不太一样 那最后大家也很关心呢 那这样子准备时间够吗 民众党呢是说 他觉得这个准备时间是来不及的 因为曾经呢在1995年的时候 民进党总统初选 也是用这个开放式的民主初选 不过他的筹划时间是超过半年 而蓝营呢是要求要在11月10号完成 那表示说只剩下20几天 他觉得时间是不够的 那国民党说只要克文哲10月17 也就是明天愿意谈蓝白河的话 不要一直拖 那他就觉得有把握会来得及 那这几点呢就是目前蓝白河所卡关的地方 没错那其实呢 因为这次的这个幕僚会议是没有达成共识的 那主要就是刚刚V仔说的呢 大家说的比民调的部分 因为国民党是抛出这个开放式的民主初选 那民众党就是以这个全民调的方式 那呢同样呢还有在备受大家关注的就是认同卡的部分 而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 他15日的时候更是批评他说呢 搞不好呢我让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 侯友宜来选的话呢 他也不会选上 其实有来讲 来来来是国民党讲的 我说好啊你要合作 那不然你要讲什么选是最有效率 成功率最高的 不是你想选啊 你选一一一 不然我让给你选你也会上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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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啦 我们外国先生有个缺点就是讲话太难死了 我们的政党的理念 在进行主宗 联会政府团队是台湾 一开始就表明我反对就让那个下架民进党当作口号 其实我们只是希望说做不好政党民进党 但是我们希望他是一个联合政府 民党政党才是个目标 我不希望台湾陷入这种两极的斗争 第一点我反对用那个下架民进党 说要来人家先签证总裁 要下架民进党 我相信金武松作为一个学者 我想他也看过很多初选 他会故意提出一个 一看就知道很难提醒的 这个就是我看他也没有打算要合作 那请问一下 所以现在是这个蓝白第二次会面是已经破竹了吗 我们主张这样 你主张哪样 那我这个年龄的方法不好吗 对不对 那你有没有其他提出的替代方案 一相讨的时候通知我们 我们再来看 关于政治理念认同卡的部分 金普聪昨天召开记者会时有提到 国民党主张下架民进党 并非是消灭民进党 认为克文哲是有所误会 更说克文哲应该要就事论事 并非说翻脸就翻脸 他就是里面好像误会了一些东西 我们讲说要签一个这个所谓认同卡 里面讲的下架民进党 下架民进党我们的意思不是要消灭民进党 我们讲的下架民进党是说要政党轮替 要让做不好的执政党下台 不是要消灭哪个政党 我觉得他是要刻意导向 好像我们是要搞台湾的对立 我这样讲的话并不是误会 柯主席刻意做什么 因为我要提醒他 柯主席自己啊 在上在八月多的时候上这个 中天新闻台的这个 卢秀芳的这个新闻 蜡新闻的节目的时候呢 他自己讲到这个民众俩四个目标 一个是两岸和平 其中一个就是下架民进党 我相信他讲那句话的时候 也不是说要消灭民进党 所以他今天就不必刻意的去扭曲我们的原意 才好 他刻意挑 其中还带有一些这个 应该怎么讲呢 有那么一点人生攻击味道 从我的学这个当老师开始啊 我讲学术的东西啊什么 其实我们大家要讲理 凡事就是就事论事 不要随便看他 对于柯文哲提出呢 金普聪这个提出的开放式民主初选 根本就是难以执行 而且他说根本就没有想要合作的想法 对此呢美丽岛电子报的董事长 吴子佳就指出 柯文哲呢他是故意以翻脸 来寻求和朱立伦沟通的管道 吴子佳15日在网络节目 董事长开讲中指出 柯文哲故意跟侯友宜翻脸 实则是寻求与朱立伦的沟通管道 他说柯文哲想利用国民党本身的矛盾 包括战斗兰与朱立伦之间 以及朱立伦与韩国瑜之间的矛盾 而柯文哲想利用这些矛盾 进行分裂切入 直接和朱立伦谈判 这也展现不论对手是谁 柯文哲都想要掌握主权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14日在新北板桥举办了 竞选成立大会 而这也是他举办的首场大型造势晚会 蓝莲大咖几乎都全部到场立挺支持 连前总统马英九在晚会快要结束的时候 疑似是忘记手上还拿着麦克风 一边笑着拍着侯友宜的肩膀 一边说出了十个字的真心话 引起网友们的讨论 是的 我们大家用正义 马英九致辞时表示 他原本还有点担心 一边笑着拍着侯友宜的肩膀 一边赞叹侯友宜 噢你的演讲大有进步啊 接着来您看到的是 对于国民党提出开放式民主初选 民众党的发言人陈志涵 就在脸书发文开栓说 当时呢 郭台铭还有侯友宜初选的时候 怎么不用这个方法呢 而对此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数日受访的时候回应说 党内跟政党联盟是不一样的 党内的标准才民调 干部评鉴以及党员投票 而开放式的民主初选 通常是用在政党联盟 而郭台铭昨天出席活动时 也有被问到蓝白河议题的看法 他说自己看蓝白河会前会看到睡着 因为太深奥 复杂了 必须要多几天的消化时间 这个主流民意在哪里 我就在哪里 太复杂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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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 也工作回家太晚了 看了又 看睡着了 不知道懂还是不懂 这个 太深奥了 可能要 多消化几天 郭文哲说 下次选战一定要拉您进来 政治任务 就是 我 知道 我 知道 讓我連署繼續衝新高 我相信自然就是團結主流民意 自然就是大家的力量團結起來 贏得勝選的最高目標